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 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组合部分 组合的公式的话呢 我们最常用的话呢 就是这个CN取M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由N个不同的物件之中 挑出M个 有几种方法呢 有CN取M的方法 那么我们要介绍它的计算方法 计算的方法是这样的 CN取M的话呢 怎么计算呢 上面的话呢 一定是要比下面的要来的大 N一定要大于M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是N阶层 下面这个的话呢 是M个阶层 再乘上 N-M的阶层 这个公式的话呢 要不要了解它的一些来源呢 其实它的来源是非常简单的 来解释一下 现在的话呢 有N个不同的物件 它有N个 我们上面的话呢 这些都是不同的 好 我们来这么说了 我们要挑出M种 M是小于N 那么首先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要挑出第一个的时候 请问有几种选法呢 有N个选法 第二个的时候就变成了 N-1 那各位同学看看 那么我们一直挑 一直挑 挑到什么时候呢 挑了M次 是不是一直要乘乘乘乘到几呢 N-M加1 这么多次 这个是这么多种挑法 好 那问题来了 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 组合是没有顺序观念的 我先抓这个跟后抓这个 是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 这个是不需要排列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除以 他们之间的排列数 这边一共有几个呢 有M个 所以我们这边要除以一个M阶层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是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 继续写下去 我们把底下的话呢 补上 我们把N的话呢 这个地方继续补 补到1 乘到1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看这是什么 这边的话呢 就是变成了N-M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上面直接的话呢 为了好记 我们直接的话呢 将它扩充 那这边就会变成了 N-M的阶层 从此以后就记得了 组合的话呢 N个里面挑出M个 我们的计算方法叫做 CN取M就可以 那计算的时候 记得大家要使用的是 对销的方法 计算才会比较简单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大乐透的玩法 大乐透玩法是说 它是由 1号到49号中间 然后我们的话呢 选6个号码 我们选了6个号码 各位同学必须要知道的是 请问这6个号码 有没有顺序的观念呢 它是没有的 没有 可不可以重复呢 不能重复 那么各位同学知道 它的话呢 我先选1号跟先选2号 还有先选2号跟先选1号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它没有顺序观念 这就是组合 它不是排列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就这么说了 每组排 我们要包的是全餐 都要买一张 那一共要买几张 现在是0到49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各位同学知道 我们的组合的观念的话呢 这个题目就非常简单了 有几个号码呢 49个号码 我们要挑几个 挑6个 我们就是 C49取6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就立刻就算出来了 总共的话呢 我们只要买的 这么多张 就可以 每一种都 每一种组合都各有一张 也确认的是 一定可以中的是 头彩 二彩 什么彩都有 那么到底它有多少张呢 那它有几种 就是买一张吗 各买一张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的话呢 C49取6 它是一个天文数字哦 那么它怎么算的呢 是这样的 这边是49阶层 这边是6阶层 这边是43阶层 这个数字的话呢 不要小看49阶层 这个49阶层的话呢 一般的计算机是算不出来的 那我们的话呢 继续算下去 这个的话呢 算法也只有一种方法 叫做对销 来我们看看 43阶层跟49阶层 对销之后变什么呢 49的话呢 变成49 48 47 46 45 44 43还要不要呢 它不要了 因为它跟它对销了 这边就是 6 5 4 3 2 1 然后的话呢 再采用的是 对销的方法 那我来看看的话呢 这是3 5 15 这边是 除一下 这是8的话呢 24 8 8 6 48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是这边把48 消掉 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了 我们要买几张 就可以每一种组合 通通都有 我们要买的是 49 乘以47 再乘以46 再乘以3 再乘以44 这么多张 各位同学的话呢 每一种你都会被你买到 那这个数字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算一下 我们要大乐透 要包牌 那么就要买这么多张 别忘了 每一张还要50块钱 所以还要再乘上50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立体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非负的整数解的一个问题 非负的整数解 涉及到了我们 要教各位同学的重复组合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看看题目 假设这边有N个变数 X1 X2 一直加加到XN 等于M 这个M的话呢 也是一个正整数 只是个正整数 那么这个地方的 所有的X 叫做非负的整数 那么可以变0 什么叫非负的整数呢 其实它只要不要是负的就好了 它是可以包含着正的 或者是0 那么非负的整数解 有几组呢 各位同学 这就叫做重复组合 H 这边有N个 我们就写一个N 这边是M HN 这个地方我们在其他的课本上面 也常常用得到 他们有的人用时用S 那一样的 最重要的 他都把它改造成了C 两个相加 减1 下面一样 N加M减1 取M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假设X1 X2 X3 这三个变数 相加等于5 非负的整数解 有几组呢 我们就直接算 非负的整数解 只要看到 这有几个变数 这有三个变数 这边是5 直接改造成C 两个相加减1 所以是7 取5 等于 上面7阶层 下面5阶层 2阶层 计算的时候 很容易的 5阶层跟7阶层 可以对销 变成了7 乘以6 这是2 乘以1 所以 23得6 只有几组呢 有21组 非负的整数解 这个在分配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非常非常的常用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练习题 重复组合的例题是这样子的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两个题目 有什么不一样 加以饼三人 要吃10颗巧克力 怎么分 我们要了解 分给他们三个人 也没有一定说每个人都要有 所以我们怎么假设呢 假设 假拿了X个 乙拿了几个呢 Y个 饼拿了几个呢 Z个 那么 X加Y 加Z 全部给他们 加起来是不是10个 那么我们就是相当于是计算 这个方程式的 非负的整数解 那么有几种分法呢 有H 3取10 写了H之后 再把它改造成了C 两个相加 13再减1是12 下面照抄 所以等于 12阶层 10阶层 2阶层 等于 12 怎么消掉了啊 12乘以 11 10以下就没有了 这是2乘上1 所以有66种分法 这个如果说不是用重复的组合 这个很难算 我们要一个一个列 也很不好 这要用一个一个加的方式来分开来 这个很不好说 那我们来做个话看下一题 你们就会了解 重复组合的话呢 另外一种提醒 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是分成了三个人 分给三个人 每个人 我们还强迫 至少要拿一颗 那么有几种 这种题目 其实比刚刚那个题目 难不到哪里去 为什么呢 只要是至少拿一颗 或是是 假要多一颗 乙要多两颗 这都没关系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题目 把它改造成 非负的整数解 那么怎么讲呢 现在有十颗巧克力 他说他每个人至少拿一颗 我就先给他们一人一颗 就好了 于是 假拿几颗呢 假拿X颗 X加一颗 乙拿了Y加一颗 丙的话呢 拿了Z加一颗 总共合在一起 X加Y加Z 等于7 这个是非负的整数解 没错吧 这个是非负 我们仍然是要把它 做成了一个 非负的整数解的一个形态 把它做成这样的形态之后 我们解法都是固定的 H3取7 就可以了 H3取7等于C 9取7 所以是9阶层 7阶层 2阶层 来删掉 删掉 9乘以8 7删掉之后 2乘以1 24得8 4936 有36种分法 那么重复组合的话 我们只要看到了这种提形 就叫做非负的整数解的问题 把这个导到这个非负的整数解之后 题目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这个地方叫做组合的部分 我们现在先来想想看 排列的部分的话 其实比较少用 因为排列的话 我们可以学会的组合 再加上乘法原理 就可以把它学好了 所以我们在组合的部分来说 相对来说是重要的 在日常生活上 我们不论是买乐透彩啦 或者是我们安排这个赛程啦 我们都会用到了组合的观念 组合搭配了乘法原理 就立刻就会变成了排列 那这个是在日常生活上面 常常用得到 所义文学里